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关于你的莫名执着 想有开种子在心里等着结果 也后知后觉 确定每次当你不在我就失落 就算分开一刻都觉得舍不得 我大概是疯了才会认真不说 是非你不可 是早已诚恳 有深刻的在爱着 如果有可能 让我和你从路远变做我们 一日三才有你在才算是丰盛 爱不用假设 只要我的心 懂爱你有多认真 你一生为真 从此后我只想要一个我们 梦里现实用你在才算是完整 我越陷越深 才懂想给你幸福的心多认真 你一辈子为真 在这边 好好用 但你一自立 到 loos时 你提高的手 佳琳 杉矿 你要少吃了点啊 你帮我吃補 circa axter 丹琳 你不加班吧 我让杜莎啊买了不少菜 明end j补 flooded 回来 咱们一家一起吃个饭 因为是我 明天啊 明天我要和洛琪开会赶工 把新的设计图给赶出来 对不起啊 爷爷 爷爷 我明天正好也要出差 明天啊 萱萱 明天干妈要带我们去吃 吃好吃的 你们吗 你们都吗 爷爷您早点休息啊 都许你出了宋主缘 你看爷爷 现在失望一点 到时候就会越来越贪心 不是吧 当初私里打通了关系 买入了KL的部分 这分红吃得好好的 宋浩宇忽然把资源拿回去 给了翻译 那我们怎么办 宋总的这波操作 确实让KL倍感冷静 意见很大 我已经尽力了 但就是压不下来啊 这不是都是因为 宋浩宇的老婆在翻译吗 这代都看不出来 如果公司让宋浩宇这么折腾下去 我们这几个老人 一点话语钱也没有 迟早会被他洗牌出局的 年纪轻轻 就这么独断 再过几年 董事长的架子 还没摆到天上去啊 说白了 茂林也算他宋家的产业 他自然要扶持自己人 我说句诚恳的 大家是时候 该想想对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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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都不在家呀 今天真是个好日子 自己过吧 哎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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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爷爷 你许个人吧 好好好 来 先生拿着红包 新快乐 思乐的手艺啊 有进步 谢谢爷爷 我会继续努力的 那个 李宗盛啊 爷爷可就等着 喝你们俩的喜酒了 绝对的 爷爷 来来来 秦总 KL的事已经万事俱备 只差东风了 俗话说 打蛇打七寸 在东风刮来之前 我还有最后一件事情要做 你们等我消息吧 好戏终于要开场了 打蛇打赏终于要关系 和这边 走 走 喂 怎么了 你在干吗 想我了 是啊 已经死个小时没有见了 怎么搞得我们好像刚谈恋爱一样 我们不就是在合法谈恋爱吗 一会儿去见你吃午饭 不行 我现在手头上还有点工作没忙完呢 怎么这样啊 你等会儿有人敲门 你敲门 去看一下 不知道啊这个点 你在干吗 吃饭了吗 我 我不要来接你吃饭吗 肯定是没事啊 我不跟你说了 怎么了 是有重要的人来了吗 对啊 我男朋友来看我了 那好吧 那好吧 不打扰了 你怎么来了 就怕你饿着吗 给你送饭来了 快进来 快快快 快吃饭 一会儿凉了 怎么大中午呢 来给我送饭啊 不耽误工作吗 我记得 之前你晚上不止给我送 而且还亲手给我付饭 那我男朋友 可真是懂得礼尚往来啊 对了 我研究了上次那家婚纱 我觉得 稍微有点太贵了 要不咱们换一家吧 你这种考虑喜不喜欢 其他的都不能管 那 晨晨和萱萱 是不是要再当一次话筒啊 嗯 我们给他们选一个同款吧 让他们看起来更像双胞胎 不得有意思啊 司徒 我一直有件事情 没来得及跟你讲 你说 什么事啊 我说了 欢迎神气 你先说 说不完我再决定 要不要生你的气 你先不吃了 其实 先抱一下 先抱一下 话说 什么事 薛薰和晨晨 同一天生日 并不是 不是什么 你接吧 万一有什么事呢 怎么了 啊 啊 KL违约撤柜 加入竞争商场 并带走了 在茂林拓展的客户资源 请总监 你这手牌 打得很不错 宋总 一心想要离开的人 谁又能拦得住呢 既然KL已经违约在先 而且背后又有人买单 那茂林必然会得到 一笔不小的赔偿啊 赔偿 你对于你的工作失误 不解释一下吗 我刚才已经说了 一心想走的人 谁又能留得住呢 很好 你现在可以走了 是这样的 秦总在这段时间里啊 与我们几个股东商议 购买股权的事情 我们半数以上的股东 都很乐意 而且呢 也特别抗好 四方所提供的条件 您的意思是 他现在已经是茂林的股东 以后 还请宋总继续多多指教 你们什么意思啊 浩公子 你别激动啊 秦总停的条件很可观的 我们半没有拒绝的理由 是不是 这么些年以来 茂林没亏待过你了 股权转让的事情 暗箱操作 把浩宇当什么了 我的加入 不仅能给茂林 带来更多的品牌资源 还可以为公司 多提提意见 这样 能够分担宋总的压力嘛 一举两得 内外同志 今天你可真了不起 过奖了 但是作为新股东 我对公司现行的 一人决策制度 表示质疑 所以我们会 尽快地召开股东表决会 来重新确定管理层 要罢免浩宇 你敢 当然了 在表决会之前 您 还是茂林集团 唯一的宋总 就这样吧 散会吧 走 走 浩宇 咱们现在怎么办 先去调查 他给股东们 开了什么条件 对了 这件事情 千万不能让爷爷知道 好 杜神 宋总 老爷子突然晕倒了 什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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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担心 一定没事的 医生 情况怎么样 病人的情况 我们不建议立即手术 危险性太高 所以只能保守治疗看看 那我爷爷什么时候能醒过来 这个不好说 老爷子心里出现了问题 不排除受到什么刺激 等转个病房再观察一下 您放心 老爷 别担心 相信我 好 怎么了 王律师 好 我在医院呢 你来找我吧 好 怎么了 说是针对茂林现在的情况 出了一套应对方案 要过来跟我聊聊 想知道宋老爷子怎么晕倒的吗 来天台找我 至少 怎么样 宋浩宇结婚的原因 有趣吗 到底想干什么 宋浩宇签的宅 我要你整个宋江该活了 嗯 你笑什么 有什么好笑的 我把你当朋友 你居然这么对我的家人 你到底对我爷爷做了什么 我告诉你 我做这所有的一切 都是为了司田和他的两个孩子 你说什么 什么两个孩子 齐子轩和宋星辰啊 双胞胎啊 被人硬生生地给分开来了 那家人 你永远都见不到孩子相威胁 警告司田必须要离开那个男人 孩子司田只能把萱萱送回国 你知道是哪个可恶的长辈 做的这件事吗 送门帽 送浩宇的爷爷 当时老爷子不同意的 不像现在这么爱将军 不可能 我了解爷爷 他绝对不会做这样的事 连司田的话你都不屑 为什么到今天为止你都看不出来 你跟宋浩宇的婚姻是一场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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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顾萱萱我可以给你承诺 我们结婚之后 我可以把萱萱当成亲生女儿一样对待 但是你要让我了解你们 就比你们 萱萱是在哪儿出生的 除了按照之前约定好的 在孩子还有爷爷面前 我们好好演戏之外 你不用再做其他的事情 我说了我们的婚姻 没有爱情可言的 所有都是假的 如果我是宋浩宇 萱萱和晨晨 却不会被分开来护养 也就不会有后面所有的一切 所以你懂 这是宋家欠你跟思田的 他必须要偿还 宋浩宇一直在骗你 不是这样的 就算 后遇她是我和萱萱接近我 但是 她对我的感情是真的 你确定吗 你自己跟她的相当 你知道吗 你不想起她的 她是爸的 她是好的 你不想起她的 你不想起她的 就是她的 你不想起她的 一不想起她 你不想起她 我 уже不想起我 再谈到 应该是 原来真的有这么回事啊 不是 您替我解释宋总 他其实早就打 你说了 自老 这个 谁给你的 我好后悔 我好后悔我嫁给了你 我送好後悔 一定会好好照顾你 一定会好好照顾呃 齐斯勒还要齐子轩呢 以后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你都要留在我身边 好不好 不许哭 不许为他哭 斯勒 别过来 离我远点 斯勒 其实这件事情 我之前就想跟你说的 但每次话到嘴边 我就没有勇气开口 我就是怕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你当初设这个骗局的时候 不是应该设计好所有的剧情 现在不是你想要的结果 斯勒 我承认 我刚开始跟你结婚的时候 确实是为了玄瑄 但我没有想到 我跟你相处之后 我爱上你了 你没想过我会爱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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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如果没有爱上我 是不是我现在早就已经 失去玄瑄 是不是你早就已经把它 从我身边抢走了 我不会这么做的 你当初为什么不跟我对不公堂 让我堂堂正正地 跟你打这场官司 无论输赢我都比现在 有尊严 我想过 当我看到你跟 玄瑄那么依赖 我做不到 你做不到 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子吗 才是对我最大的残忍 总好运 你知不知道 你别再说什么了 我早也不会相信 你说的任何一个词 不信 你知不知道 一天一天一惊劝不羁 都想我有天能守候 你看你的呼吸 我们 你们 离婚吧 有人在背后出钱帮晴天吸纳股权 他们想要吞并暴力 所以联合股东们先罢免 算上老爷子等 我们身上的股份 也才只有三成不到 现在最重要的是拉拢那些股东们 昊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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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乐 他刚才说要跟我离婚 我该怎么办 不是 怎么这个时候 之前你们都还好好的吗 这么突然 他 他知道了 他全都知道了 他知道 我一开始跟他结婚了 就是为了争夺学圈抚养权 他们也知道 原来错过的彩虹 只是装进了你的瞳孔 原来记忆中 那些心潮的雄永远来光与光 只在黑夜中相逢 From this moment 向前轻缠着我们 整个世界的美梦 我猜都在你眼中 日生又月落 春夏和秋冬 敌不过 这一分钟的相拥 From this moment 想拥抱所有可能 关于世间的歌颂 我猜都在你眼中 永远保留着 永远守护着 我们的心动 从这一瞬间 朝着你的方向 狂奔 穿过世间的迷宫 你还在我心中 有太多的相逢 来去太匆匆 忘记了曾经有过的行动 这分钟的行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